今天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来到教会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现在已经是降临节了 日本也到了冬天 过节的气氛很重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冬天不好过 刚才跟学青的一个姐妹聊天 说你最近怎么样啊 说最近很好 就是要考试了 没人喜欢考试 日本的冬天就是考试的季节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人物亚伯拉罕 他也要考试了 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大考 借着这个考试 亚伯拉罕要达到他人生的高峰 他跟随神那么多年经历了很多 有刚强有软弱 今天他要接受一个大考 感谢主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大考 他用他的行为向我们证明 一个信靠主的人一定是顺服主的人 我们是因信称义 我们也是信而顺服的人 信心一定是表现在顺服的 今天亚伯拉罕的经历也让我们知道 顺服也要表现在行动上 一个信而顺服的人 一个顺服又有行动的人 而且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知道 顺服是表现在顺服那些不可理喻的 我们不喜欢的命令上 我们喜欢的是不叫顺服 下雨的时候命令你穿雨衣你穿上了 不叫顺服 下雨你穿着雨衣命令你脱掉雨衣你脱掉了 那才是真正的顺服 今天亚伯拉罕顺服神 他顺服的是神的一个不可理喻的命令 而且真正的顺服是带着行动的 他的顺服通过他立刻又是精心的行动表现了出来 一个真正信而顺服的亚伯拉罕 天献以撒他达到了他信心的高峰 也可以说是他生命的高峰 今天这一章以后的亚伯拉罕 就会从圣经当中慢慢的淡出了 萨拉会去世 他会为妻子买坟地 他还要给他儿子娶一个媳妇 那之后他在属灵上就退休了 又去娶了一个老婆 又去生了一堆儿子 但是那些就不是太重要 他已经要淡出了 在今天的经文上 他到了他生命的高峰 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我们继承了亚伯拉罕的祝福 他的信心 他的顺服的高峰是在今天 但是弟兄姐妹也不要忘记 今天的经文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会反复地出现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今天的经文当中 真正的主角不是亚伯拉罕 不是以撒 今天的经文的主角是那一只羔羊 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了羔羊 因为那羔羊预备了主耶稣基督 今天的经文是说的 亚伯拉罕献以撒 不知道他最后没有献出 实在是耶稣基督神的高阳 神的儿子 是神赐给了我们他自己的儿子 这个没有名字 没有台词的高阳 才是今天经文的真正的主角 今天的经文实在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 好 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首先是前二节的经文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 把他献为藩祭 什么样的命令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命令 这个命令的内容是不可理喻的 弟兄姐妹 亚伯拉罕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人 他的顺服是表现在 他顺服了神一个非常不可理喻 甚至是骇人听闻的命令 神让他把他自己的儿子 以撒献为藩祭 神给的命令 非常的清楚明白 你带着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 以撒把他献为藩祭 反复地重复 你的儿子是谁 以撒 你独生的儿子是谁 以撒 你所爱的是谁 以撒 以撒是谁 以撒 神用四个词说一个 这是一个反复的强调 亚伯拉罕没有任何推诿的借口 就像我想请您明天早上来教会 我怎么说呢 明天 2022年11月12日 早上9点 9am 日本东京时间 你来教会 我反复重复同一个时间 相信大家会感受到那种日语的 欧摩萨 神的命令在这里 这个命令害人听闻 神命令 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藩祭 这里是圣经中第二次出现翻祭这个词 第一次是诺亚 诺亚出方楼之后 献过翻祭 这里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翻祭 在创世纪这里献翻祭的这种细节没有告诉我们 立位祭那里有很清楚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叫现翻祭 我给大家读一下立位祭的第一章 第六节到第九节 那人要剥去翻祭生的皮 把翻祭生切成筷子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 把柴摆在火上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肉块和头并枝油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 但翻祭的丈夫与腿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翻祭 这是现翻祭的细节 我们一般人都听说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直以为现翻祭 大致以为就是杀了烧了是不是 一冲动也许可以做得出来 远不止如此 你要杀了它 你要剥了它的皮 把它的肉切成块子 你要把它的内脏都取出来用水洗 把这一切烧在柴上 丁姐们 我们甚至堆一只老鼠 我们可不可以下得了这个手 昆虫的话还好 对一只老鼠我们下得了这个手 神让亚伯拉罕献的是以撒 他的儿子 他独生的儿子 他所爱的以撒 我们这里做父亲 我们这里做母亲 我们可不可以想象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命运 这是我们所爱的神 我们跟随的神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命运 亚伯拉罕有一切的理由怀疑呢 常文的律法那个时候还没有颁布 但是神的性情和心意是永不改变的 这不是我们所拜的神啊 后来律法有很清楚的规定 比如说生命纪那里 谁很清楚的后来给以色列的命令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 用活人献祭 使自己的儿女惊火 这本来是耶和华深恶痛绝的 这是迦南人的恶俗之一 也是迦南人为什么要从迦南被赶走的原因之一 亚伯拉罕有一切的理由去怀疑这个命令 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是顺服 因为他跟随神太长了 真的认识这位神 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是这位神在向他说话 当他发现他领受的是一个不可理喻 甚至害人听闻的命令的时候 他选择了简单的顺服 弟兄姐妹 只有顺服那不可爱的命令 不可理喻的命令 才是真正的顺服 你饿了 有人说请你吃气质 你吃了这是顺服吗 你饿了 你正吃气质可以吃呢 有人说你把气质可以扔了 这种顺服才是真的顺服 弟兄姐妹 神在圣经当中 你会发现似乎有很多命令都是不可理喻的 包括主耶稣基督在新耶当中给我们的很多命令 你一生的好青年 是村里的榜样 你追求良善 追求神的国 你找了耶稣基督 父子啊 我当做哪件事可以祭神的国啊 耶稣的回答是 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 分给穷人 变卖家产 我追求这个命令超级容易 有贷款 没有财产 很多弟兄姐妹来说 你是很难做的 那个人是上年官 他很有钱 我就想问你 就想做件好事 结果你要让你变卖家产 听着也是不可理喻 主耶稣基督还有别的命令 比如说在路加菲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等等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个命令是害人听闻的 害人听闻到一个程度 翻译圣经的人都得替主认识 因为原文怎么说呢 若不爱我 却恨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是不是有点不可理喻 而且主 你是不是自我矛盾啊 我会被实戒的 当孝敬父母 我怎么可以恨我的父母 神给我们的命令 有的时候就不可理喻 神说怎么办 顺服 只有顺服这种不可理喻的命令 顺服我们不喜欢的命令 才是真正的顺服 因为认识神 因为知道祂的意念 高过我的意念 因为知道祂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当我们真正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只有祂的命令 才是真正正确的 亚伯拉罕在这里顺服神 顺服到了近似一种盲从的地步 愿意放弃了自己的逻辑 可能都愿意放弃了自己的圣经知识 愿意单纯的信奉 顺服这一生 这是个顺服的功课 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基督徒 甚至我们在自己的学校 我们在自己的公司 在自己的家中 在自己的国家 我们顺服神 我们也顺服人的权柄 经常这些权柄 给我们的命令是不可理喻的 甚至在教会的一些决定 对你来说也可能好像不可理喻 要知道真正的顺服 就是表现在顺服这些 看似不可理喻的命令之下 军队训练士兵的顺服 中国的军队有个习惯 叠被子一定要叠成豆腐块 这是很难的 很花时间的事情 不信你可以回家自己试一试 而且看似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把被子叠得方正 跟你的军事技能有一点关系吗 但是为什么一代一代士兵 要训练去学着叠被子呢 其实就是训练士兵的顺服 看似不可理喻 没有意义的命令 养成我们这种顺服的习惯 真正打仗的时候 你的班长说卧倒 不管前面是水坑还是粪坑 你会立刻卧倒 这就是顺服 亚伯拉罕就在这里表现出了一个 对似乎不可理喻命令的顺服 这才是真正的顺服 接着 经文要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 顺服是表现在行动上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没有行为的顺服是假的 很多人的嘴是非常顺服的 但是没有行动伴随的 或者有行动 也是用一种夺阳公式的行动 今天的经文当中 亚伯拉罕是用立刻的 又是精心的细心的行动 来表现出他的顺服 我给大家读一下经文 三到五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番祭的财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神给亚伯拉罕了这不可理喻的命令 这时候亚伯拉罕跟神说什么了吗 整个过程他跟神就说了一句话 我在这里 其实原来就一个词 类似什么 我觉得最类似日语的那个词 上级给你下一堆命令 这个书你说一个词就够了 哪个词 够了 剩下来怎么办 去做 亚伯拉罕本来有很多台词的可以 神你给我这么大的秘密 我是不是要祷告寻求一下 我先进食一个星期好不好 而且你原来跟我说过呀 凡撒拉所说的话你要听 这么大事我也得跟我妻子商量 我们来教会这么多年了 这种套路难道不懂吗 他本来可以有很多的台词 最后撒拉不同意呀 这就不愿我看你给我找着媳妇 赐给我的这个女人 口不常见识的 这种套路我们都可以很熟的 教会找我们做是我们不愿意做的 第一反应都说你让我祷告祷告 但在这里顺服 亚伯拉罕是用了立刻和精心的行动 他没有任何台词 他就是一个汉 然后他就去做了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第二天早晨没有一点拖延 一大早就起来了 这一晚上他睡得好不好 我们昨晚看一场球 今天早晨都不愿意起来 亚伯拉罕的挣扎 第二天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一清早就起 一点都没有当务 然后呢 有条不紊 背上驴 那个时候不像汽车 你一拧就可以发动 你要有一堆的行动去背驴 带着两个仆人 亚伯拉罕家人丁兴旺 他一定是精选了两个顺服的仆人 带着他儿子以撒甚至披好了饭计的柴 大家都披个柴吧 那是个很累的活 能把一个大活人烧光了的柴要多少 亚伯拉罕又立刻的行动 又是精心的预备 他要完成神给他的命 我们的顺服是这个样子 我们最喜欢用哪里顺服 嘴啊 你妻子跟你说 你们去去把大米饭煮了 你立刻说 嗨 然后呢 再打一局再说 我们一定会拖的 我们家里有孩子的父母 过来过来吃蛋糕了 你看他飞过来 去去去洗碗 他动作立刻就慢了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可能比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要慢 我们很喜欢用嘴来顺服 孩子孩子去家里的葡萄园 打打农药 我去我去 转一个方言人继续打游戏 另外一个孩子 你继续去葡萄园 撒点农药 那孩子说 我要在打游戏呢 我不想去 然后他去了 哪个孩子是顺服 那去的那一个 所以说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没有行动的顺服是假的 即便这个命令 我们是不喜欢的 即便这个命令是不可理喻的 如果我们确信这是从神而来的命令 我们要有立刻的行动 而且是精心的行动去完成这个命令 这就是亚伯拉罕做的 第四节那里又提到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 神没有让亚伯拉罕在村口的山上 就把以撒陷了 神让他去摩利亚山市以后的耶路撒冷 三天的时间 弟兄姐妹 亚伯拉罕这个过程当中 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后悔 我们可能一时冲动 也许就下得了手了 带寒子之沙的也听说过 一闭眼就抱寒子就跳河了 这里是走三天 亚伯拉罕有充分的时间后悔 所有这些都表明 亚伯拉罕用真实的行动 是真心的顺服 这也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 神不需要我们那种冲动式的顺服 冲动式的爱 祂喜悦我们这种坚实的 从心而来的顺服 从前一个外邦人 如果想加入犹太教的话 一定要被正式拒绝三次 是从路德要去以色列的那个例子 引申的 你要被拒绝三次来表明 你这个决定不是冲动的决定 连我们姐妹们都应该知道 有人向你求爱了吗 最好不要第一次就答应 要考验考验他 所以我相信神是非常清楚的 祂不要你一个冲动下的决定 祂要你是立刻的行动 但是是细心的行动 这是真实的顺服 所以亚伯拉罕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信而顺服的人 该有的表现 信心一定会表现在顺服上 是可以顺服的看似不可理喻的命令 而顺服一定是表现在行动之上 是没有担言立刻 但是又精心准备的行动 不是一时冲动的爆发 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顺服 都在今天的亚伯拉罕身上表现出来 这是他为什么可以称为信心之父 让我们今天这些人 一样可以因为他的顺服 因为他的信心而蒙福 本来讲到讲到这里就可以结束 但是不可以 因为真正的主角我们还没有讲 6到8节 亚伯拉罕把放弃的财 放在他儿子以沙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以沙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沙说请看 火与财都有了 但番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番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弟兄姐妹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耶稣基督的教会传扬的是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 弟兄姐妹 福音不是律法 我们太容易给别人一种印象 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你要这么做 你要那么做 好像只有我们这么做了 我们才可以得救 但这不是圣经的教育 主耶稣基督所传的是福音 福音的核心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福音的核心是 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了什么 如果今天的经文 只让我们记住了顺服和行动 而且顺服到了盲从的地步 行动到了现儿子的地步 如果只有这些的话 这不是福音 这是律法 那么我们所传的 跟这个世界的皇帝 跟这个世界的社长们 跟统一教 没有区别 但是我们所传的是福音 弟兄姐妹 亚伯拉罕最终献得献自己的儿子 没有 当他举起刀的时候 天使拦住了 耶和华预备了一只高鹅 我们比当时的亚伯拉罕更幸福 因为我们有新约的圣经 我们知道神预备的不是高鹅 这个高鹅不过是一个预表 最终不是亚伯拉罕献了以撒 是我们的神献了他自己的儿子 他独生的儿子 他所爱的耶稣基督 这是福音 亚伯拉罕为什么愿意献以撒 这是他的一个信心的表现 因为他对神有认识 旧约在这里没有描绘 亚伯拉罕的心理的动机 但是新约当中告诉了我们 亚伯拉罕当时心理所想 西伯来书的十一章那里 提到亚伯拉罕说到 他算定神甚至能叫人 从死人中复活 这个认识当然是正确的 后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也得到了成就 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的认识还是有局限 他说神的预备 他想的不是说神献自己的儿子 他只是想着神可以让他死去的儿子复活 他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迹 生以撒的时候 大家已经没有生以期了 好像夫人一样 他知道以撒是神迹 是神从无道由赐给他的 所以他相信这位神是可以让他的孩子 即便被他杀了 即便被他烧了 神也有能力让他复活 他带着这样的信息 回到第五节那里 那亚伯拉罕跟他那个仆人怎么说呢 最后一句是说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西伯来语的话 回到这里来的原来是我们回到这里来 我们 我是谁 亚伯拉罕 门是谁 以撒 他心中想着 虽然以撒被杀掉 神会让他复活 是我们两个人会一起回来 这是正确的信心 但是我们发现 亚伯拉罕还是把神想小了 神根本就没有以撒 我们知道 神赐下了耶稣基督 那一只羔羊在哪里 那只羔羊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点动作都没有 那只羔羊被杀在那里 成为了番机 那只羔羊代替了以撒 我们也应该知道 那只羔羊也代替了亚伯拉罕 代替了你我 我们本都死在罪中 我们本都是绝望的 我们本都应该像任何番机一样 被火烧灭 神让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 让他承受那罪的咒诅 让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 包括亚伯拉罕 包括以撒 包括今天的尼文 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名字 没有出现在今天的经文 但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了 亚伯拉罕的信而顺服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 该有的样子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得救的真正盼望 是因为那只没有台词的羔羊 以他的血 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才得救 我们才有盼望 我们才可以避免被那天上降下的火烧灭的命运 不要忘记任何的经文 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 即便这里找不到他的名字 也不要忘记任何的经文 都是要指向福音的 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堆律法的规条 只会把我们带入死路 如果我们一定要做到今天亚伯拉罕那样 你才可以得救的话 说实在的我们不是在传福音 我们得救是因为那只羔羊 他的拯救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这个恩典同样是不可领遇的 这个恩典同样是害人听闻的 这就是基督奇异的恩典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 我们不是因为顺服而得救 我们是因为得救而顺服 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如此我们不单可以献自己的孩子 我们甚至愿意把自己变作活计献给那位神 也是洁净的可以蒙他悦难 这是基督的福音 我们祷告 天阿爸天父感谢你这奇异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真正的盼望是什么 不是我们做得好 而是主耶稣基督的保险和十字架 感谢你奇异的恩典 求你用你的圣灵兼顾你的儿女 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 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为你做光明和爱的见证 传扬你和平的福音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